Hello,B站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这节课呢,我们是简单的来复习一下第一章 Index Notation,我们所学到的知识 首先呢,我们学习了Einstein Submission Convention 就是说呢,我们偷懒,我们不写那个求和符号 我们只是用一上一下两个相同的字母 叫做Dummy Indices的东西来表示的一个求和 我们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在写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必须是要两个指标一上一下,而且是要相同的名字 而且我们不能把两对爱因斯坦求和运用同一个字母来表示 就是比如你已经用了II来求和 你下一个求和就要用JJ,就是在同一项中 不能使得这个求和符号重复了 然后呢,我们还学习了Dummy Indices和Effective Indices 还有Index Balance,就是指标平衡 我们写下一个式子,左右两边的Effective Indices 就是有效指标要一模一样 就是你左边有一个上A,右边就有一个上A 左边有一个下B,右边就有一个下B 然后呢,对于Dummy Indices来说,我们是可以换名字的 就是我们的Einstein Submission Convention 然后呢,我们还学了Covariance and Control Variance 我们学到了,当我们假设一个,有一个基底的变化 我们有一个基底的变化,它是由λ来联系的 我们学了斜变的东西,它也是由λ来联系的 而立变的东西呢,它是由λ来联系的 然后呢,我们学习了张亮 我们学习了张亮 张亮呢,我们首先学习了这个Vector和CoVector 对Vector,它的Component的指标写在上面 它是立变的,对于CoVector,它的分量的指标写在下面 它是Covariance的,然后对于Tensor 我们定义的是,它可以认掉一些Vector和CoVector出来一个实数的东西 特别的,对于Vector,我们学到它是可以吃掉一个CoVector出来一个实数的东西 对于CoVector,它是可以吃掉一个Vector出来一个实数的东西 然后我们还学了张亮,如何在座宝并文下进行变换 对于ChronicDelta,我们学习了 ChronicDelta,ij 如果i等于j,ChronicDelta,ij是等于1的 如果i不等于j,Delta,ij是等于0的 对于Levis Vita Symbol,我们学习了它的定义 还有它在插成红列室中运算的一些好处 Levis Vita Symbol,它的定义是,它是如果ijk,它是123或者123的欧质化 它是等于1的 如果Epsilon,ijk是等于321,或者321的欧质化 或者123的机质化,它是Epsilon,ijk是等于-1的 如果有两个重复的指标,它是等于0的 就是我们学习的第一张的一些内容 大家可以也画一个思维导图 然后画一些分叉来表示这些概念 然后大家,我这个其实做得很简单 大家还可以把这个分叉向外延伸出去 就是变成一个更大的图 然后把每一个小的圆圈里就写上我们学习的具体的内容 然后呢,第一张有一些习题 习题和讲义,我都放在了我的这个个人主页上 这是它的网页名字 link3.cc-加月 然后呢,它的我的这个lots放在这个mylots这一页 mylots 然后点开之后,这里有广义相对论 点击它,然后会出现我的这个lots 这个lots是每一周更新完b站视频之后我就会更新 因为现在它这个lots它并不完善 所以我是在边讲b站的课程边更新我的讲义 大家可以点击查看 比如加载出来,它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9月24号更新的 就是上一次视频更新的 讲完这个视频之后呢 我会把这个今天更新的传上去 这是一些讲义 然后呢,第一章的习题在这儿 大家点这个,本来是这样的 然后点击这个实心小三角 exercise and answers,exercises,就在这儿 然后呢,第一章的内容是第一题 index your rotation 这个作业其实是就是我之前上午的华铁楼大学的老师的课 它布置的,我觉得非常有帮助 就可以锻炼大家的这个一些计算能力 和一些可以看到一些更多的例子 非常有帮助 所以我在这儿分享给大家 嗯,它有这么多小问 这些全都是关于index notation的 一直到这里,这里之前 OK,然后我这里有一些我的解答 index notation 有期到这儿为止 然后这是我的解答 大家可以如果 我的建议是大家首先自己呢 自己先试着解一下这些assignment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在这停止不动 大家暂停这个界面 然后大家先自己计算一下写下里的答案 然后写完全部答案之后呢 再跟我进行一个比较 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到大家学习到 如何进行指标的运算 这是这个exercises and answers 这一界面 当然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还可以去我的QQ群 是这一个群 它的群号是935417096 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 然后加入这个QQ群 进行一个讨论 这就是第一章的内容 希望大家学得开开心心 第二章我们会讲狭义相对论 下周见 从酒店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